被你这么热情四伙的眼神追求着 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得满足你啦 诶 跟我来吧 ok 那我们就第三章吧 很久很久以前有这样一个传说 风和日丽的早晨在贫贫窟 一群干完活迹的孩童匆匆忙聚集在老妇人的身旁 坐在墓椅上的老人不慌不忙的将西间的初步包裹解开 伴随着孩子们的吸浪 老妇人的脸颊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单开成就的书本向真性的翻阅了几下 上面的枝鸡早已模糊不清 围在墓椅旁随地坐下的孩子们 两手捧着脸颊 静静有味的听着 很久很久以前这座城市经常有 财狼人 那时财狼人的进攻过于凶旺 他们拆掉了人类的刹栏 城里的士兵也无法阻挡他们的猛烈攻击 那怎么办 大家都会被财狼人给 在那关键的时候啊 一个身穿黑衣拿着巨圈的剑士来到了这里 虽然他是个毒眼 一只手也只是金属一只 但却不费吹灰之力 轻而易举的就将那凶猛的财狼人打个落花流水 最后财狼人都夹走眼包塌跑了 故事更像是一段平淡的描述 但老妇人口中的英雄一词 却点亮了每位孩子的眼睛 使他们闪烁着光芒 好耶 人们都把这些黑色剑士尊称为平民的英雄 英雄 对待此时 远处塔楼传来的警处终身 扰乱了午后的宁静 士兵们着急的呼喊和铁器碰撞的声音 也接踵而至 一大群财狼人拿着低血的武器闯入了平民区 老妇人健壮匆忙从椅子上起身 挥手驱赶聚在身边的孩子们 快点躲起来 你们快躲起来 哇 在前冲锋的常来人 领头高举手中的长枪 一剑刺进了老人的胸膛 财狼人向城下钉发出进攻 一时间满地鲜血 染红了金色的艳阳 熊熊燃起的火焰吞食着平民窟的木制房屋 你们看那座城门了吗 前面就是冒险之都 那就是冒险之都 比方连绵的外城墙高楼入云 捍卫着这座繁华的城市安全 但是城墙之下却腾起滚滚黑烟 着物烧焦的味道 随着腾起的烟温 向四周弥散开来 等等 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你们看 那些房子在冒烟 难道是西级 好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你们来到了冒险之都的最外围贫民窟 一伙财狼人正在事无忌惮的念上这里的贫民 在人群世上崩逃里 一直被财狼人追杀的狗形兽竹人 在慌乱中不慎跌倒 救命 是财狼人 异常凶狠的怪物 现在可是白天 这群野兽可是天黑才会出来的 那别的冒险者 快来帮忙 走吧 追究那些居民 打完了 财狼人非常凶残 手刀之处都会掠夺杀戮 起接空 但是他们撤退的太快了 这不符合财狼人的做事风格 现在不是他们的活动时间 又正好碰上了咱们这样的抢手 于是撤逃了吧 希望如此吧 不要想太多 现在应该赶紧救人 冲突过后 失火的房子虽然悉数被扑灭 但浓烟的黑痕 绕上了屋顶 刺鼻的焦臭味 也弥漫在空中 久久难以散去 再细看 聚在你们面前的人类 他们身上的衣服 通常都缝着大大小小的初步补丁 此时 从围在你们的人群中 挤入两位士兵装扮的人 原本欢呼缺悦的人群 瞬间暗静了下来 这不是巴斯特大人吗 怒我失敬 多亏了底门 财狼人被击退了 所谓长用敬畏的目光 上下打亮着巴斯特许久 然后转向身旁跟随的守卫 去向欧库省大人汇报 是 这么紧急的情况 所谓人员为什么这么少 最近突发的事件 实在太多了 帝国在暗中 鼓动城里的反叛势力 还有频频发生的 亡灵事件 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 拍到了这里 亡灵事件 是的 到夜晚时分 将狮和骷髅从地里钻出来 幽灵在载底中飘荡 欧库省的家伙 之前不是说要从平民中多招募兵力吗 那么我先告辞了 欧库省 他是这里的军事大臣 是个大个子 你会见到他的 没想到你竟然是冒险制度的大人物 唉 别提了 那都是老早之前的事 现在我只是一个退休的普通冒险者而已 巴斯特好厉害啊 总之 我们先去找城主吧 他就在城市的市政区 冒险之都的中央区 恐怕所谓都被派去保护贵族安全了 所以根本不会有余下多少人来保护这里的平民 城里最近不太平静 进城之后 我们也得做好应付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才行 我们当地人吧 墙角后躲起来的那位 你的尾巴露出来咯 你们顺着来意的视线看下能堵墙 这时从墙体后方传来了一阵稀稀素素的声响 正是在刚才混乱之中被你们救下的狗形兽卒人 对不起 我只是想向你道谢 是刚才的小狗狗 一阁的目光一直盯着你手中的巨简 那个 我是一阁 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 没什么事啦 小试一桩 一阁听爸急忙摇了摇头 你一定就是传说中平民的英雄吧 传说中拿着巨箭打倒豺狼人的英雄 真的出现了 一阁的双眼流露出仰慕的神色 一阁试图模仿你刚才挥动巨箭迎击豺狼人的动作 刚才是这样 然后再这样 一下就把残狼人 啊等等等等 最好不要做这么大幅度的动作哦 你身上都是伤 是刚才的残狼人干的吧 可怜的小家伙 不 不是 没什么 我刚才的动作这么奇怪吗 回到刚才的问题 拍来这里的守卫太少了吧 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城里的守卫有很多 所以很安全 即使盲铃出现了 也会有索尔的牧师来解决 一个还是个孩子 演术的话题到此为止吧 走吧 我们该进城了 说的也是 那就再会啦 小狗狗 那个 如果豺狼人再出现的话 不 没什么 转身分别时 不知为何 你无意中从站在原地的一格眼中 读出了一丝落寞的神色 等一下 该不会这个小狗狗之后会死在她手上吧 就是 就是被残狼人攻击了 然后 我们的克劳修斯包着她的尸体 不要有这种 很可怜的那个剧情 眼前的两三巨大城门缓缓打开 你向前迈了进一步 来到了冒险之都 是直接去找城主吗 当然 看到广场前面那座塔了吗 城主就在那里 来一拿着地图 仔细地对照起来 南至乘峰港 西至迷失沼泽 北至拉克萨山脉 拥有如此宽阔的冷地 这个城主究竟是 什么时候买的地图 发生什么事 请接受我的敬意 我们直接进去吧 欢迎来到冒险之都 奥卡萨 哇那猫咪好可爱 猫竟然说话了 这位就是冒险之都的城主 新城 猫竟然是城主 很抱歉笑到你啦 克劳修斯 你知道我的名字 是的 我来水晶球里看到了 你们的来访 感谢你们为 守卫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不过 你们找我 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事吧 呃 我们在底西魔鱼的洞穴里 找到了一张银色地图 想拜托你帮忙解读一下 新城停到这里 眼神忽然变得锐利了起来 底西魔鱼的 新城用爪子握住魔杖倾心挥动 城主殿堂慢慢消失在你们眼前 转为星空 周围的墙壁和守卫的身影也逐渐暗淡 几乎化为黑夜的一部分 寂静无声 传送术猫 拿出来看看 你从背包里把银制地图翻找了出来 转手交给了新城 新城盯着地图观察了半想 猫脸上严肃的神色也有所缓和 这应该是底西魔鱼的某个藏宝地点 它们的文字比较 晦涩难以理解 所以破译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你想要解读的话 地图就得暂时寄放在我这里 你下意识地看了一下 旁边的巴斯特和莱伊 想听取了一下他们意见 不用了 我自己花多点时间也能研究出来 你不相信城主吗 如果他真的为了财宝想撕吞这张地图的话 我们早就已经被抓起来了 谨慎是正确的莱伊 不过有时候事态也会因你的谨慎 而让你止步不前 你们帮助所谓抵御奇迹 作为回报 我会给予你们所需要的帮助 由你来决定吧 克莱修斯 我觉得还是给新城解读比较好吧 那就交给城主吧 名字的选择 我要去做解读地图的准备了 你们先在城里随便逛逛吧 这是雷德小姐的邀请函 晚上的时候有一场宴会 欢迎各位来参加 你迟疑地接下了信封 上面盖着玫瑰形状的红色蜡印 等你抬起头来 发现你们三人已经被魔法传送回城主殿堂 王座上带着巫师帽的猫咪和魔杖已经消失不见 到底他那个是可以相信的吗 克莱修斯 莱姨 你们先在城里随便逛逛吧 我在城里有些事情要去主理 先走一步 网页的时候见哦 哦 回头见 真不巧 我有点事情 哎 突然就剩下我一个了 哎那个 这个不是那个 神秘人 你在城里随便逛了逛 然后 迷路了 这是哪啊 怎么了老兄 怎么在这里发呆呢 那个 我刚来冒险之都 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别担心 你不会走丢的 我来给你带路 你要去哪 也没有要去哪里 这样的话 那我带你在冒险之都逛一圈吧 熟悉一下大城市 你很快就会混熟的 也好 那就麻烦你啦 我是克莱修斯 你呢 我叫洛克 仔细看 你就是刚才帮所谓 打倒豺狼人的冒险者吧 真了不起 你可是拯救平民的英雄啊 被你看到了 也没有那么厉害啦 平民区一直守备薄弱 这群该死的贵族 把守卫全都调去了贵族区 都给了你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哪一猜得真准 哦 我不该这么说的 被他们听到我就死定了 那还是先逛逛城里吧 跟随洛克逛一逛城市 一个区域逛完后 可以叫洛克带你去下一个区域 你不跟着也可以 但是要点洛克才会触发剧情 OK 这是冒险之都的法务区 是审判罪犯和受理民宿的地方 监狱也在这里 很多冒险者因为无力偿还高额的居住税被关押在这里 万恶的资本主义 这里是贵族区 贵族的宅邸所在的区域 有高级餐厅 学员 还有雷德小姐的花园 我们没有贵族的邀请 还是快点离开这里比较好 贵族的邀请 是这个吗 我刚刚拿到 看这封邀请函 是假的吧 让我看看 洛克一把 躲过了你手中的邀请函 撇了撇上面的文字 还真是 你怎么搞到了 呃就是 那边有手机过来了 我们快走吧 洛克拉真理离开了这里 怎么感觉他 然后这里是下城区 其实就是平民区 最大亮点就是什么都没有 怎么样 是不是从七重天堂掉落九层地狱一样 落差感非常大 洛克带着你穿过平民区 在香蕉与贵族区域 近显破烂的街道尽头 一群穿着浮夸暴露的男男女女 藏在巷子里 阴影中细笑着 一看就十分廉价的装扮 在这些人身上将颓废的气质 衬托得淋淋尽致 各色酒水平堆砌在巷子的各个角落 他们巧妙地运用 能拿到手的裂子香水 去掩盖这里 本就肮脏的日常生活 那些令人作呕的腐臭味 每个人几乎都在努力 营造出富贵的美好假象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 这个城市最有趣的地方 看到了没 屁股又翘又圆 要不要进去玩玩 还是先逛逛吧 别那么不服懂风情嘛 你不是喜欢吗 喜欢是喜欢 但是要花钱吧 如果靠近了你 仔细盯着你的眼睛 还是说我比较好玩 哦 真是抱歉 我应该早就察觉到的 怎么办呢 被你这么热情似活的眼神追求着 我也只能 勉为其难的满足你啦 诶 洛克对把控这种暧昧的气氛 似乎很拿手 眼珠一转笑了笑 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了然于心 跟我来吧 跟着 洛克带着你到了无人的巧项 那么接下来是特殊服务了哦 给我好好享受吧 冒险者 在这座表面繁华和谐的都城内 每个零街的橱窗里都陈列着 售家高昂的各色商品 琳琅满目 买东西的话可以到这里 冒险之度的商业街 应有尽有 哦对啦 别买那家店的蛋糕 吃了会拉肚子 谢谢你的忠告 前方原本安静的商业街突兀传来了一阵嘈杂的骂骂声 不远出人头 战动 你纹身凑过去靠近人群调查发生了什么 现在什么时候啦 让你办的事呢 马上就过去 眼前的贵族将一格一脚串发在地 没用东西 还不关系 从一格手中飞出一束鲜花 随着声响落招人的脚边 冒险之度最不缺的就是奴役 干不好就把你卖到沙漠 这里还是回避一下的好 不要惹或上身 周围的人群注视着这里 但全都无动于衷 他们有的在害怕着什么 有的呆着不怀好意的笑着 有的脸上只剩下的麻木 捡起鲜花 你弯下腰伸手试图捡起鲜花 却被马歇尔一脚踩住 你想干什么 贱民 一格看向了你 平民的英雄 什么英雄 你看哪里了 你的主人是我 马歇尔对着卷缩在地上的一格 用力的踢了一脚 停下 你说什么 你这个贱民 你在紧拳头准备给这个贵族一拳的时候 一格强忍着剧烈的疼痛 艰难的爬起来 没关系的 不用管我 一格用掌心强撑着地面直起上半身 阳阳晃晃的爬起伸出手捡起地上的鲜花 然后朝着人群稀少的地方 一步一强烈地离开了 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不然 马歇尔人装目中央中央的 敌人了 那就让他们来吧 可恶的家伙 勇气可佳 那是Severed吗 这个 币利商店吗 跟随洛克的步伐 他迈入了一片叮叮噹噹噹的声响之中 仿佛整个区域的刺红铁块的衬托下变得滚烫起来 各式甲勇武器被整齐的摆放在墙边出售 冷却的池里部分半成品也标示的售价标签 被铁水所点燃热火朝天的气氛中 步伐客人大批量选购的身影 金钱交易让每位工匠忙得不一的糊 如果需要武器和盔甲的话 可以来到这里 冒险制度的工匠区 在忙碌的人群中 你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巴斯特在用扫帚清扫铁匠铺的地板 扬起的灰尘铺鼻而来 巴斯特您怎么在这里 是克劳修斯啊 我在收拾很久没有用的铺子啊 准备今晚就在这里睡下 你旁边这位是 巴斯特扫二扫铁匠铺的地板 灰尘铺鼻而来 他叫洛克 是我找我导游 你好 那我们就去逛咯 哦去吧 刚才那个矮人是你朋友 是啊 这里是什么区啊 这里是卫序区 城里的所谓驻扎的地方 等等 那个是巨人吗 好了 这里没想好逛的 快走吧 还有那边的是 唉 没见过吧 那是大城市的军队 才会撕养的做起 撕救 撕救 洛克满脸笑嘻嘻的向你臭了过来 你想骑着试试看吗 在这待着 我来帮你 你去哪 你看见洛克闪生引入阴影之中 他的气息在一瞬间消失了 毒瘤你立在原地 洛克 操作洛克躲避所谓的视线来获取任务道具 使用战绩容生入影 有50%几率不被发现 使用魔法隐身术 有90%几率不被发现 或训 comfort 使用魔法隐身 located 狙状 可说 引fur 哗 OK 接下来要返回出口 被警卫发现的话要从头来过 快很动啊 继续 洛克迟迟没有出来的迹象 到底去哪里了 在眼担忧之际 突然有人从后方用手指轻轻点一点的肩膀 你下意识的回头一看 是洛克 洛克提起手中的木袋朝你晃了晃 是舅最喜欢吃马肉的 你瞧着 是舅被洛克手中的马肉吸引了过来 洛克从布袋里掏出一块马肉朝是舅扔去 是舅先是探出脑袋试图吸引着十六块 警戒心也在喂食过程中放松了下来 饥饿驱使着这头猛兽缓缓靠近你们 且见你们并无敌意 更是放心大胆的向你们走来 他瑞瑞的目光仅仅锁定洛克手中的布袋 好了 你可以试试看了 试什么 当然是 骑程师舅啊 洛克把手中的布袋递给了你 示意你来试试看 不要跑太远 哦 QTE尝试 驯服施救 这头外表凶悍的丝旧并不讨厌你的头位 甚至愿意配合的卧在地上 准许你爬上哈 广大的背部 哦 哦 好快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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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巴斯特 这里的贵族 算了 晚点再跟你说 哈哈 只要来讲就是这个是快速快速飞过吧 哼 好了好了不能飞太远 继继续吗 哦 是旧载着你在小家里跑了一段路 看似庞大的身躯 却能迈出稳健的步伐 坐在他的背上 飞但没有颠簸感 脚步更是轻盈到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哦 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天赋的嘛 感觉还好啦 就像骑马一样 完全不一样 马又不能飞 可以让他飞起来吗 不行 会被守卫抓住的 是时候让他回去了 不然会被发现的 可就糟了 你冲开了手中的圈神 是旧回头看了你一眼 似乎领悟了你的意识 然后往堡垒的方向飞了回去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亲近人的施旧 说不定跟你很有缘哦 是吗 洛克凑近了一步 仔细的盯着你的脸 总算看到你的表情恢复正常了 自从刚才在商业街遇到那样的事情之后 一直闷闷不乐的 谢谢你啊 洛克 那么我们继续逛街吧 你跟在洛克的身后来到了一个白色建筑附近 尽管这里没有什么人来往 但像是经常被人打扫的样子 地上的落叶整洁得堆放在墙角 高农的塔楼看上去无比威严 只不过 那么我隆重介绍一下冒险之都的最后一片区域 宗教区 如果你受伤了可以来到这里找牧师哦 可我怎么感觉这里有些阴森啊 是吗 也许吧 教堂旁边可是墓地哦 反正这种神神叨叨的地方都是这样 一阵阴墓飘过 一只行如枯膏的手破土而出 并且抓住了你的脚踝 还施持不放 泥土翻动 一颗半腐烂的头颅从土里冒出 张开口似乎想趁机咬住你的小腿 这是 是僵尸 小心 你眼前散过一束金色光芒 海骨亡灵在那道耀眼的光束中化为灰烬 随风飘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